大家好,欢迎来到中东新闻,我是孙嘉玲 这个礼拜呢,中东比较没有太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所以呢,我们这个礼拜呢,主要就是想跟大家先介绍 两个土耳其方面的算是政治动作 那另外呢,就是因为刚好这个有一个游戏叫做刺客教条 那它最近出了一个以巴格达为背景的新作 那因为我个人对这个游戏其实一直都有关注 然后这个刚好就是它的新作又是中东背景的 所以呢,就想说也要在这集里面就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好,那我们就先看一下土耳其这边的动作 土耳其呢,在10月1号的时候 它的国防部就发布消息说 诶,在那个当天啊,土耳其的武装部队 在伊拉克的北部呢,发起了空中的军事打击行动 然后呢,已经摧毁了20个库尔德工人党武装藏身的洞穴 避难所,还有仓库等目标 好,那这个库尔德工人党 这个在台湾这边的话呢,也叫做库德工人党 就是库尔德比较是这个大陆这边跟香港这边的用法 那库德呢,是台湾这边的用法 好,那这个土耳其他这边的说法是说呢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一次的空中打击行动 那主要是要针对之前有一起发生在安卡拉的自杀室恐怖袭击哦 那这个是在10月1号的上午 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安全总局的门口呢 就发生了自杀室的爆炸袭击 然后导致两名警察轻伤 那在同一天呢,土耳其的内政部也宣布说 已经确认其中一名的袭击者 他的身份就是库尔德工人党的成员 然后另一名袭击者的身份呢 就其实还在调查中 那在爆炸事件发生后呢 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就发表讲话说 土耳其会继续在境内境外展开反恐行动 直到消灭最后一名恐怖分子哦 好,那这边跟大家稍微简介一下 库尔德工人党的一些背景 库尔德工人党呢 它是在1979年成立的 它的主要的诉求呢 是要通过武力 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 还有叙利亚的交界处的库尔德人的聚居处呢 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在土耳其这边呢 它主要是将库尔德工人党 视为恐怖组织哦 所以这个近年来这个土耳其因为 它算是在阿拉伯之春后 它就突然开始走向了一个 很积极的在地缘上 要去要去这个占位子 要去摆出姿态 要去跟其他的大国做一个 竞逐的一个 的一个这样的意象 就是它有展现出来哦 所以呢 基本上近年来可以看到 土耳其呢 它越来越多次来越境打击 伊拉克跟叙利亚境内的 库尔德工人党的组织 还有他们的算是军事目标哦 好 那接下来呢 再介绍这个 埃尔多安的另外一个动作 那这个 它也是在10月1号的时候 它这天蛮忙的 就是 它今天呢先谴责了这个恐怖分子 然后在同一天呢 它又在议会上发表讲话 就是说 土耳其加入欧盟这件事情哦 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这个可能 可以回想一下 就是之前啊 这个土耳其要不要 开放瑞典跟芬兰加入北约这件事情 土耳其有一度 把这件事情跟 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许可 许可是相挂钩的哦 就很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说呢 土耳其它企图用这件事情去换到 一些 可能稍微有一点难度的东西 就例如 它 一开始是把这件事情跟 美国的 F16的交易 这件事做一个挂钩 然后后来呢 不知道为什么又把这件事跟土耳其 加入欧盟 就是连在一起 然后现在当然又是比较 说要把这件事还是回到F16的 这个升级这件事情上面哦 可能这个比较务实一点 就是土耳其要加入欧盟 可能 就是可能还要再排一下队 或是说 可能真的是非常的困难这样 好 反正就是anyway 这个 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这个讨论的事情哦 那在10月1号的时候呢 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 他就在议会发表讲话 说 诶这个土耳其如今啊 对欧盟已经没有任何的期待 他说 欧盟这边呢 你已经让土耳其等待了数十年 那土耳其 那这个再也不能容忍 在成为正式成员的程序中 出现任何的强迫要求跟新条件 那他还强调 土耳其过去呢 始终对欧盟信守承诺 可是欧盟却几乎没有向土耳其 兑现过任何的承诺 欧盟无视自己提出的原则 规则和程序 始终不愿公正的对待土耳其 也从来没有改变对土耳其的偏见 那 这边呢 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土耳其他申请加入欧盟的一些历史哦 好 那么这件事情呢 是在最早在1987年的时候 土耳其呢 他就申请加入了欧洲共同体 那个时候还没有欧盟哦 就是欧洲共同体 他是作为欧盟的前身 然后在1999年呢 土耳其获得了候选国的资格 那其实你看这个就已经蛮久了 他在1987年申请加入嘛 在1999年才获得候选资格 那中间过去了多久呢 12年哦 那接下来又到了2005年才启动入盟谈判 那这个入盟谈判跟他的候选国资格又过去6年哦 然后就一直的不断的谈判 然后到现在都没有突破 所以也难怪这个爱尔多安生气哦 就基本上 欧盟的立场就是显然已经很明显 就是土耳其要加入 这恐怕是非常的困难 那当然这个土耳其他近年来啦 他就是比较希望说 就算不能正式加入欧盟 我也有一些可以融入欧洲的方式吧 就例如呢 他就说他希望可以跟欧盟国家达成公民相互免签的机制哦 哎但是呢 连这个都没有办法如愿 所以总之 总之就是就是呢 这个土耳其他希望可以 呃跟欧盟呢 有一定程度的这种共融 但是显然这个欧盟方面 是是不愿意的 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这个有呃既有文化的问题 也有政治的问题啦 这个是很复杂的 那当然这个近年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土耳其这边积极要加入欧盟的声音 其实是变小了很多 因为其实他过去一直要加入欧盟呢 他有一个蛮大的背景 是因为他始终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西方国家 呃但是呢 在近年土耳其包括我们前面提到了 他在中东这一块地缘的 非常积极的行动呢 其实展现出来 他也希望找回自己国家属性中 东方的那一部分哦 那所以呃基本上呢 土耳其现在他就是呃 算是想要这个多面晋级啦 就是哪边可以可以拿到好处 他就往这边多尝试一点 所以你看他其实也在高加索这边 呃有一些这个行动嘛 就是像这一次的这个 亚赛拜然跟亚美尼亚的冲突 这个亚赛拜然他背后 很明显这个 呃土耳其有给他一些比较好的军备这样子 那所以当然这个这个亚美尼亚 他的问题在于说 他的军备真的是 呃就是没有升级 然后他也没有做很好的 相关的军事准备 在应战这方面 所以基本上是被亚赛拜然给 呃算是一面倒的痛打这样子 那但是呢就是说土耳其 近年这种这么积极的活动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跟他过去自认为是西方国家的一员 然后拼了命的要加入西方的各种组织 就是这种的这种的这种 呃外交路线呢 这个的方向显然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土耳其他积极行动的那个 动力还在 可是他的方向已经不是只有 呃瞄准西方这里哦 就现在的爱尔多安他明显 他很想要做 呵呵一个呃 操作对冲跟骑墙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也就是说呢 我东方这里拿到多一点 我就可以把这个筹码拿去 勒索 向西方进行勒索 那我西方这边拿到多一点 诶那他又可以把这个东西拿来 跟东方当一个诱饵 就是说诶要拉拢我吗要拉拢我吗 所以就是呃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 要不要让瑞典加入北约这件事情 很明显土耳其就是拿来操作 一个谈判一个对冲嘛 但是当然他能不能换到他想要的东西 这个可能很大程度上 还是要取决于你这个国家的国家量体 呃来来来决定哦 所以最后可能就是土耳其到底能不能心想事成 这个还要再观察 但总之现在的土耳其确实已经跟以前是不一样了 但是呃我觉得还是有点要注意 就是爱尔多安呢 他尽管现在的立场 他对欧盟立场什么都踩得很硬的样子 但其实只要欧盟这边有稍微的给 土耳其一些甜头 例如说诶什么东西可能可以先谈 那那这个爱尔多安呢 基本上他是绝对不可能拒绝 所以呃 我有看到有一些分析可能会讲说 哦土耳其现在要什么脱欧入亚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嗯 有点太言过其实哦 就是土耳其他不可能脱欧入亚 他只可能我欧亚都要 那只是看我各自能要到多少 就我觉得这可能会比较接近 土耳其现在的的一个心理的状态 跟这个战略的考量哦 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游戏介绍的部分 呃这个其实刺客教条呢 这个我本身并没有玩 但是呢我蛮喜欢他的这个呃 背景相关的这个文化的呈现 还有这个历史的呈现 还有一些情节的规划 呃所以我就是有在看他的一些 那个就是到实况哦 就是有一些人会玩 然后把他玩的过程就是放在网路上 那其实我一直都有在看这个刺客教条 呃他每个系列 就他这个一整个系列的每一集的实况 我都有看 那其实就是就是出于对这个游戏的这个喜欢 那呃最近那个刚登场的是 10月5号发布的刺客教条幻象 好那刺客教条呢 他这边他在这个大陆这边是翻译叫做刺客信条 那在台湾这里呢是叫刺客教条 呃那幻象这个在大陆好像是翻叫幻景 好那总之就是说他的新作是就是最近推出了 那这个算是整个刺客教条系列的第13部主系列的作品 呃他就是主要他的主角呢 是刺客教条违京纪元的里面的一个配角 叫做巴西姆伊本伊沙克 那这一次的这个呃作品 他的背景设定本身呢 是设定在呃伊斯兰黄金时代阿拔斯王朝的巴格达 然后呢里面还有纳入一个场景 是这个阿拉木特堡就是这个刺客们这个受训的地方 那这一次其实蛮有趣的一点就是呢 就是刺客教条啊如果稍微有一点了解 或是有在玩的听众可能就会知道 刺客教条呢他这几年啊 因为他这个他这个这个呃被戏称是已经偏离刺客有一点远了 就有点变成狂战士 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因为他早期的作品啊还是比较强调潜行跟暗杀这种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正面的晋升格斗 他可能呃不会给你技能调得很强 或是不会让你有那种很轻易的就是可以晋升的这种正面格斗 然后把对方就是击败的这种设定 因为他这一款强调了还是你要做一个刺客 然后去去出其不意的去撂倒对方这样 那一开始的设定是这样 那可是近年呢在在一些近年的作品里面 就是他把你晋升的正面的格斗的技能也开得很强 所以呢就变成说呃玩家在玩这一款 游戏的时候他其实就没有那个必要 一定要还说什么我要呃从敌人的后面啊 或是从上面这样跳下来 然后要趁他没有回头的时候 然后把他撂倒这样子哦 就是他现在就是说他前几集的这种方式呢 就是变成说呃你如果正面去跟他硬刚的话 呃也是没有问题的这样 就是会会让你玩起来非常的有成就感 呃然后所以他就开始被戏称是狂战士系列 但是呢就是说这一集的这个呃刺客教调幻象呢 他已经就是稍微比较反谱归真 然后比较想要回到刺客系列的初衷 所以呢他这一次的设定这个呃潜行啊 还有说什么暗杀的这个其实还是会比较呃 着重在这个玩家呢就是要去注重这个事情哦 就是说如果你选择的是正面的格斗的这种方式的话 那其实你会打的有一点吃力这样 他就是还是要你去去这个去去回到一个呃做一个刺客 你就是呃必须要隐身 必须要隐匿行踪 那必须要出其不已的这些特点上面来哦 总之呢这个就是这一次的刺客教条幻象 他的一些游戏设定的部分 那这个其实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刺客教条系列 他不是第一次出现这个中东的背景哦 我们看他第一版就是2007年他刚诞生的时候 他的时间设定就是在1191年 那他的背景呢就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这个呃时间背景 那他的地点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整个呃里凡特地区 那里凡特地区呢有哪一些国家呢 里凡特地区主要就是有这个伊拉克 里巴嫩 然后还有这个呃巴勒斯坦 当然巴勒斯坦这个方面是阿拉伯人的说法 就是说他基本上是把以色列也加进来呃 现在的巴勒斯坦的部分 然后这一块整个叫这个巴勒斯坦 然后还有这个约旦就主要是这些呃 国家被认为是这个呃里凡特地区这样子 就是他是在阿拉伯半岛上来的 呃这一块 然后讲阿拉伯语的呃人群所在的地区哦 那阿拉伯半岛下面这一些像沙乌地啊 卡达啊这个叫做海湾 那接下来呢还有像是摩洛哥 然后这个呃埃及利比亚 然后阿尔及利亚这一块呢叫做北非 那其实中东这边的哦 然后北非这边其实阿拉伯的讲法叫做马格里布 那所以就是其实整个呃阿拉伯 中东地带呢这个其实他地理上就可以再割成大概这几块这样子 好那刺客教条第一集的背景就是以这个利凡特地区为他的这个呃 舞台那第二集呢他是在这个2009年这个推出的 那那个时候的时间设定是1476年到1499年 那时候是呃舞台是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城邦哦 那就可以发现他就是转到欧洲这里来了嘛 那接下来下一个刺客教条的背景呢 诶他其实是在同一个时间再往后直接就开始 那他的舞台呢其实就是设定到了这个呃文艺复兴城邦的这个罗马 那这个其实他的时间是从1499年到1507年 这个刺客教条的主题叫做兄弟会 那可以看得出来也是延续这个欧洲的呃情境 那但是呢下一个就叫做刺客教条启示录 是2011年推出的哦 那这一版呢他的时间设定就是1511年到1514年 他的地理舞台呢是呃文艺复兴时代的军事坦丁堡跟带林库游 带林库游呢他是土耳其的一个城市 那军事坦丁堡呢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堡 所以你看他这个呃舞台又移到了中东这边来哦 就是在土耳其这里 那接下来呢就其实可以看到刺客教条的背景就越拉越广 他的地图就越开越大 就接下来有这个像是呃设定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北美13州啊 的这个刺客教条3 那还有呃刺客教条4黑旗呢是在这个呃加勒比海的一个呃算是海盗时代 那接下来刺客教条叛变是呃七年战争的纽约跟北大西洋 还有刺客教条大革命 他是在这个呃巴黎跟法尔赛 那他的背景当然就是法国大革命 那我跟你讲这一款出来的时候因为我刚好在读大学 那个时候那个同学都超疯狂的就说呃刺客教条出了 那其实就这这一款他后来也一度在网路上又红起来 那原因是因为巴黎圣母院后来不是有一场这个火灾嘛 那火灾之后呢这个刺客教条的公司叫玉璧啊 那这个时候意外的这个就就就就被人家发现说 哎玉璧在因为他当初在弄整个巴黎圣母院的这个场景重建上非常的详细 所以巴黎圣母院有想要跟玉璧这边参考一些数据 作为之后重建的依据哦 那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所以那个时候刺客教条跟玉璧在网路上呢就意外 哎又获得了一波讨论 那主要就是因为大革命的呃这一代这样 好那接下来呢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 那这个是刺客教条枭雄 那还有哎就有一个又中东起源的出现了 就是呢在2017年的刺客教条起源 它的背景是这个托勒密时代的埃及 那就是说你基本上就是就是可以看到法老啊 然后贵族啊 然后阿努比斯啊金字塔啊 这些就是很埃及的这个图腾哦 这个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埃及 就是我呃去过很多次埃及 那当然今天的埃及跟呃古文明的埃及 已经是有严重的断裂 但只是说呃你在埃及当地呢 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呃图腾出现在 在这个你的生活中这样子哦 当然主要还是出现在这个 一些观光的一些艺术品店 但是因为埃及现在它主要还是 嗯它是一个非常观光化的国家 所以基本上呃你到各地都可以看到这种图腾 它被当成商品在呃贩卖 好那接下来呢呃它那个刺客教条 还有像以这个波罗奔尼萨战争的希腊 为背景的是这个奥德赛 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呃维京时代的 这种英国跟挪威的背景 它是维京纪元 那最新的呢就是以伊斯拉黄金时代的巴格达 为背景的这个幻象 那接下来呢就根据这个呃游戏方面的 这个释出的讯息呢呃据说之后还会推出一款 这个封建时代日本的 那这个就比较封建时代日本可能会是幕府 不然就是战国时代 那就是看它要设定在哪一个幕府或是是不是 直接设定在战国也有可能 那就是再看看 那听说之后还会有一款是呃设定在神圣罗马帝国 然后是16世纪有女巫审判的这个时候 总之它的呃设定都非常的有趣哦 那这一次呢我们如果呃在这个游戏里面呢 大家就是其实其实就是如果有玩或是有看实况呢 就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呃阿拔斯时代的艺术图腾 然后文化符号的这个呈现 就包括说呢呃有这个呃很多的好看的花窗 就其实我在这个阿拉伯世界 我也非常喜欢他们的那个呃花窗的这个格纹 当然这个就是说呃阿拉伯文化在很大程度上 它跟印度跟波斯还有土耳其 这个是在现在都是混在一起的 那其实在因为以前帝国的交流的时代呢 这个基本上很多文化的这个符马都是不容易这个区分清楚 说它的起源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总之呃只要是一个国家一个帝国在比较强盛的时候 基本上它就很容易成为这种呃文化的 汇萃的一个载体这样 那所以其实呃里面呢这个游戏里面 它的这个阿拉伯花窗的这个设定 我看了其实是觉得哎这个蛮蛮算是蛮蛮蛮仔细 蛮细心而且蛮用心的哦这样 那当然里面呢也可以看到这个一些如果大家有读 或是有稍微了解阿巴斯时代的历史呢 可以看到的一些关键字 例如这个呃智慧宫啊 还有巴格达元城 那其实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看一下呃 这个游戏方面的一些资讯 好那就是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呃比较回到比较震惊 比较比较认真的部分来讲哦 就是其实他这一次设定的背景 虽然是讲说是在伊斯兰黄金时代的这个阿巴斯王朝 但是呢 但是就是他其实他选的这个时间段 他是一个相对混乱的时代哦 那这个混乱的时代是怎么说呢 我们先从阿巴斯呃帝国的这个这个他的国座来讲 就是阿巴斯呢他本身他是以呃哈里发为他的政治跟宗教权威核心的呃这样的一个算是政教合一形式的一个帝国 然后他本身也是因为他是呃写亲继承制所以算是一个王朝 那你从整个阿拉伯帝国的维度来看 他是第二个世袭王朝 他是在七百五十年的时候公元七百五十年取代了 沃玛雅王朝 然后他是定都在巴格达 那他最后正式的灭亡时间是在呃西元一二五八年 然后主要呃现在史书的说法都是说是这个蒙古的这个序列物西征来这个毁灭他这样 那基本上呢这个呃阿巴斯王朝被认为是整个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一个鼎盛的代表 那里面呢被认为比较呃武功还有文质比较强的哈里发呢 就是哈里发呢就是哈里拉西德就是拉西德 还有那个马蒙就是马蒙 就这两个哈里发呃基本上是现在公认认为这个 呃统治期间这个发展的很好 然后民众生活也不错的呃两个君主哦 那基本上我们如果看这个呃唐朝的记载 这个黑衣大使讲的其实就是阿巴斯王朝这样 好但是呢就是尽管阿巴斯王朝看起来好像呃国作很长 然后他也被认为是整个中古的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呃黄金时代的代表 那即便到现在阿拉伯人他们认为自己的呃黄金时代呢 很多人还是会讲到阿巴斯王朝 就是他们是以一种哎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强盛 我们的黄金时代已经逝去了 以后不知道会不会再来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怀念阿巴斯王朝哦 那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总有一些比较混乱的时代 那这一次的刺客教条他选的就是这一段 就是呢在西元861年到870年的这个状态叫做萨玛拉的无政府状态 那萨玛拉呢它是一个城市的名字 呃这一段状态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持续了呃算是十年吧 就是861到870嘛那呃这个时代他的这个特色在于说呃有大概四位的这个哈里发呢 他们这个就是就是都都当不长 就是就是他们可能上一代被谋杀了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继位 但是因为他继位有一点名不正言不顺 因为他涉及了这种王位的争夺 所以呢他基本上很快又会被赶下来 然后赶下来之后下一个继任者 他又是别人浮上去了 然后又很快又终结掉这样 那大概就是呃过了大概十年这样子的一种哈里发快速更换 然后各个势力在那边互相就是 逗来逗去的这个时代呢 这个一个混乱的状态被认为是激进无政府的一个状态哦 那所以这个时间点被认为是阿巴斯王朝一个比较 比较不好的的这个这个时代 那他后来的有引发了一些呃比较大规模的叛乱 那这些大规模的叛乱呢 在某一些史学家的眼中看来 这个是一个嗯 是一个导致阿巴斯王朝 他有一点由胜转衰的一个关键哦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之后可以再讲 他其实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刺客教条 要选这个嗯背景来切合他的故事主题的一个关键哦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整个所谓的萨玛拉的无政府状态 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他的时间点呢是在呃861年到870年 那一开始呢 这个状态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哈里发叫做木塔瓦基勒 就是木塔瓦基勒其实呃不是哈里发真正的名字 呃如果你看阿巴斯王朝的历史啊 这个哈里发他们会有一个头衔 然后通常都是木什么什么开头 就是在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这样 那但其实呢 为什么会都是木什么什么开头呢 就主要是因为他那个头衔 他其实在阿拉伯里面都是宗教相关的语言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是被真主给支持的 或是我是被真主给引导的这样子 因为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哈里发 他不只是政治的权威 他还是宗教的权威 所以他一定要强调说 今天我能坐上这个位置 不只是因为我很优秀 而是因为真主也希望我坐这个位置 所以他的头衔一定是那个木什么什么什么这样 那木什么什么在阿拉伯里面呢 他如果出现在古兰经里面呢 他有比较高的几率是用 是呈现说 这个人是被真主给怎么样的 的这样一种表述 的这样一种表述这样 所以呢 像哈里发木塔瓦基勒就是 穆多瓦基勒这样子 但是他真正的名字不是叫这个名字 那那个时候呢 他就被这个土耳其的 这个算是军人给谋杀了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阿巴斯王朝 他虽然看起来是一个阿拉伯的帝国 但是呢 你可以发现在里面 其实很多的这种 呃非阿拉伯人的这个族裔啊 也扮演重要角色 而且开始有一种要崛起的状态 其实木塔瓦基勒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土耳其人 他作为一个呃很强的军事实力的代表 或是算是呃那个呃 军中派系的这个代表呢 其实在帝国中已经开始扮演了 蛮重要的政治角色 所以当木塔瓦基勒 他被一个土耳其的呃军人给谋杀之后呢 呃他的这个继任者 就是他的儿子 叫做这个呃蒙塔西尔 那蒙塔西尔就是 其实他也是这个木塔斯尔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宗教相关的这个头衔 那基本上呢 他呃被认为说是 一开始是受土耳其的军人所支持的 那他就上来 可是他上来之后呢 呃他就上来之后呢 他展现出了说他不太想要被土耳其的这些军中派系给控制的 的这样一个意象之后呢 然后他突然在六个月之后 他就过世了 呃所以历史上有一些呃猜测是说他可能跟他爸爸一样 也是被土耳其的这些军人给杀死的 那当然只是说可能没有证据 所以被猜测说可能是被毒死的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呢 这个呃马上又换了一个新的哈里发 叫做穆斯塔因 那穆斯塔因呢 这个基本上他就是呃 他受到了这个一些土耳其军人的支持 但是呢重点是这个时候呃整个帝国的土耳其军人的领导层有发生分裂 那有一些人支持这个穆斯塔因做哈里发 那有一些人不支持哦 那基本上的这个后来不支持的这一派 诶又又压过了这个支持的这一派 所以导致发生一件很扯的事情 就是他作为穆斯塔因做的哈里发 他竟然被迫出逃到其他的地方去 那那个时候他主要是受到呃谁的支持呢 有受到了这个呃巴格达的总督叫做穆罕默德 那还有一些本来支持他的土耳其军人 就在他的支持下呢 他们就这个呃逃到了这个巴格达去 那为什么会说逃到巴格达 其实这个萨玛拉的无政府状态 他为什么会有萨玛拉这个名字 是因为那个时候整个阿拔斯的呃首都跟哈里发宫廷的所在地 就是在萨玛拉而不是在巴格达 那所以呢这个呃那个时候哈里发穆斯塔因 他就诶逃往了这个巴格达去哦 然后呢这个土耳其军队呢 他那些不支持他的人呢 他马上又支持了一个这个新的领导人 叫做穆塔兹 然后呢这个穆塔兹就可以很明显看到穆什么 这个也是一个宗教的这个词汇嘛 那穆塔兹呢他这个基本上他又他又犯了这个前人犯的错 就是穆塔兹他算是一个呃有雄心壮志的领导人 他也希望要来呃掌控军队而不是被军队掌控 同时他希望把这个整个军队的影响力跟民政是分开的 也就是说他觉得不能再让军队继续扩权 那军队你就负责打仗就好 你不要来管一些民生跟经济的事情 就是基本上你如果让呃军队过于的去介入经济 那其实这会导致军队呢他变成一个实质的国中之国的这个 或是说是另一个政府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那会更更难去掌控 所以基本上穆塔兹就是希望可以可以可以阻止这种状态 诶然后然后结果呢他他又马上政策就遭到了这个抵制哦 然后所以他在869年的时候这个他就这个呃被废处 然后就被杀掉 那接下来呢这个他的继任者叫做穆赫塔迪 那穆赫塔迪呢他也试图要就是都做一样的事情 就是他们都想要强化哈里发的权威 但是都失败了 就是他穆赫塔迪他在869年继位 然后他在870年的6月他就被杀掉了这样 那这个穆赫塔迪他过世之后呢 这个又换了穆塔米德 然后穆塔米德他上来之后呢 他基本上他就 呃他就放弃抵抗了 就是说他他他看到他的前面几任都是这样的状态 他就决定说我们还是要顺应这个时事 他就不会再那么强调要去巩固要去壮大哈里发的权威 那所以呢他就呃基本上他他就是坐在这个位置 然后就实质上的结束了这一段的这个无政府状态的十年的混乱 就是他没有再迅速的被这个推翻了这样 那所以呢这个呃后来啊这个阿巴斯王朝就恢复了一定的稳定 但是呢尽管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呢 他有这个呃维持了国家的整个的秩序啊 然后让国家开始好像又有一个中央政府的出现 但是就是这一段十年的这个无政府状态呢 其实对阿巴斯王朝的中央政府的这个结构跟威望 造成了这个蛮严重的损害哦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导致了一些地方发生的这个叛乱 还有分离主义的这个倾向 其实如果呃大家有兴趣去看这个游戏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里面呃一开始就是哈里发被杀了嘛 他有就他有呈现这一段出来 那接下来就可以看到说呃他们一直要去救一个人 就是把一个人救出来说他是他们的这些刺客的 算是呃必须不能放弃的一个一个算是战时的同盟的对象吧 然后那个人呢就是他叫做阿里一本穆罕默德 那穆罕默德他说他就是要呃解放被压迫的人嘛 就是他要发起一场这个呃对哈里发还有对这些贵族的挑战 那其实游戏里面讲这个东西呢就是历史上发生在西元869年到883年的战籍叛乱哦 呃当然有的翻译会叫心急 那战籍的急是这个吉祥的急 战通常是写赞成的战但是把那个眼部去掉 那心急的话呢就会写成是辛苦的心然后吉祥的急这样子 那这个这个他这个战籍叛乱呢 他本身就是一场针对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大规模叛乱 呃时间呢刚刚讲到就是其实蛮长的有呃14年哦 呃他的地点呢其实是发生在今天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的附近 那领导人呢就是游戏里面有出现的阿里一本穆罕默德 呃其实这个叛乱啊就是为什么会叫战籍 战籍这个词呢在当时主要是用于指涉呃非洲的呃奴隶 叫做班图人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呃去非洲抓奴隶这件事情 他呃我们如果比较比较平心而论来讲 这个不是只有呃美洲啊或是不是只有欧洲人这么做 就是说其实阿拉伯人当年也是有有做这件事情 就是去非洲来掠夺掠夺奴隶 然后来供他们自己所用 那其实班图人呢就是被当时的阿拉伯人称为战籍的 这一群人他们主要就是呃阿拉伯人从非洲东南部海岸捕获 然后把他来运往中东 那一开始主要是说呃因为呃中东有一些地方 那个有一些这个盐沼就是这个盐分很高的沼泽 那主要就是说呃抓这些奴隶来是希望就是他们把这些沼泽排干 然后他们要做一个开垦这样 然后后来呢就是在整个这个像是帝国扩张啊或是国家建设的过程中 就有比较需要大量劳力的部分哦 所以奴隶就呃越抓越多嘛 那后来其实就呃这些这些战籍的称号 他也不再被指涉于这个呃从非洲这边抓来的奴隶哦 他也开始被用来指涉说呃有一些这个从其他地方抓来的奴隶 或是比较算是从事底层工作的呃像是比较辛苦的劳力的这些自由民啊 呃也都会被认为是战籍这样子 那所以呢这个呃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就是所谓的呃战籍呢 他一开始确实是指这个非洲来的奴工 但是呢呃在整个王朝发展的过程中 他呃也开始被用来指涉说呃可能比较在底层工作的辛苦的 这个劳力条件很差都做苦力的人 他也会被认为是这个战籍哦 呃有一些阿拉伯人也是啦 那所以基本上这种情况他不是第一次呃引爆叛乱哦 就是在整个萨马拉乌政府状态之前 其实呃整个呃阿拉伯世界就有爆发过 那个呃非洲的奴隶 还有还有一些这个底层的这个劳动民众 他们的一些呃反抗 就是大概都是在呃西元690年或是西元8六百八十年 其实就可以找到一些记载呃但是就是说因为这个都很快就失败 加上这个历史记载那个时候其实比较不完全 所以人们也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件事情的这个全貌 那但是呢就是说呃八百六十一年开始嘛 就是刚刚讲到这个很多位哈里发就突然就就是上位 诶然后突然又被杀掉 然后又下又又换新的这样子的一个混乱的期间呢 最后的这一场的比较大的叛乱呢 其实是历史的记载是比较完全的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这个呃无政府状态 他混乱到什么程度呢 他混乱到说那个军队内部已经开始发生相互打来打去的现象 那其实在八百六十五年到八百六十六年就有一场大概时间一年的内战 就是军队为了要不要支持下这个哈里发跟呃要不要支持这个呃另外的哈里发 就是爆发了这样的冲突还有包括说对哈里发想要巩固自己权威的政策的抵制这样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整个呃战绩叛乱他爆发的一个背景哦 那其实呢这个呃他的领导人阿里一本穆罕默德 这个其实嗯在现在历史记载来看 大家不太能够确定说他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就是他到底是哪一个家族出来的 因为这个说法有非常的多 然后呃所以不是很能确定他的出身 跟他到底确切是代表哪一个民族来做这件事情 但本但是anyway就是说呢 基本上他可以被确定的就是说 他成功的去动员了一些呃被压迫的 那个非洲的奴工还有一些阿拉伯的自由民 来这个在这个呃巴士拉斯这边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叛的启示 那当然这个后来这个一度有被镇压 可是就是说这个东西他其实不容易压得住 因为他一旦有取得开始取得很多群众的支持的话 那他其实就是会很容易就流窜到别的地方去 然后流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呢 呃又又会烧起来这样子 那其实那个时候同时阿巴斯的军队他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呃因为那个时候旁边的萨法尔王朝 还有这个伊拉克都呃出事了 相继都有一点出事 因为萨法尔王朝他就是去打一些地方 然后导致说呃那个整个阿巴斯的帝国的军队 他这个呃必须要必须要去防卫这个外来的这个进犯 所以他在镇压战绩叛乱上他没有办法呃很出权力 是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说他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哈里发那个时候 他的中央的权威就是比较削弱了 就是像前面讲的 所以他有时候也未必呃能够直接的指挥 那基本上呢这个最后但是这个叛乱还是就是被被镇压了嘛 就是在883年的时候就基本上呃 战绩叛乱的这个领导人跟指挥官如果不是呃被打死了 那就是被捕了那叛乱就结束了 那基本上呃大部分的人都是选择这个投降 当然投降之后也可能会被处死 但是就是因为呃领导人已经没有了 所以只能放弃了这样 那关于这场叛乱呢 维持了这个呃十四年 那他的损伤还有他造成的这个伤亡有多少 这个其实这个数字他也是不容易呃推测 那这个有一些历史学家的估算是大概五十万人丧生哦 那有一些人是估算说大概呃十五万 哦然后有一些更更夸张是给到一百多万两百多万 嗯但是但是这个这个数字其实是有点可怕 因为那个时候的阿拔斯王朝虽然虽然浮原很阔 可是就是你知道一场叛乱导致几百万人的死亡 这个其实是对于整个帝国的经济会造成 非常非常严重的摧毁跟打击哦 就是不管这些人是士兵还是是民众 所以就是说呃给到一百两百万这个数字呃是比较会被学界指引的 所以就基本上呃学界还是认为可能十几万或是几十万是有可能的 但是几百万这个嗯就是比较比较难以想象 因为在这之后呃整个阿拔斯王朝还是又维持了几百年嘛 所以所以就是说如果现在发生这么摧毁性的事情 那是不是还可以维持几百年 这个恐怕不容易说服这个后世来相信 那当然因为那个时候记载也不完全 所以很多东西都只能靠估算的 那不管怎么样哦 其实呃战绩叛乱他在事实上 他对阿拔斯王朝构成了蛮大的一个冲击 是在于说呃他周遭有一些这个国家啊 或是说他有一些地区就因为这件事情 他就开始自己呃做大 或是说就开始趁机来挑战呃整个王朝的权威哦 就例如说呢这个埃及 埃及那个时候他的这个总督叫做艾哈迈德伊本图伦 那他就利用这个王朝本身在打这个战绩叛乱的这个空档呢 他就建立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的国家 就是说他已经脱离整个阿拔斯王朝的实质上的管控哦 然后呢这个独立国家他持续了大概三十多年哦 那另外还有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 那个萨法尔王朝他来趁机来搞事情嘛 那他的这个军队就占领了这个阿拔斯王朝东部的几个省份 就是在伊拉克这里哦 那基本上这件事情呢他并没有呃被 呃被阿拔斯王朝强烈的在 在在在在在打回来那所以就导致了这个 呃伊拉克这边就有一部分是被这个 那个 那个萨法尔王朝给占领了 那当然这个这场叛乱呢 他可能也影响了阿拔斯王朝他来抵挡拜占庭进攻的能力 所以就其实在这一段期间呢 拜占庭他还在安纳托利亚的边境呢 击败了这个 呃阿拔斯王朝取得了这一次的胜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呃尽管这个可能战绩叛乱 他本身他未必有造成巨大的呃 呃伤亡或是经济的毁坏 但是呢他确实让阿拔斯王朝失去了一些地方 然后中央政府的权威也是衰弱的就更厉害哦 不然就埃及这边就不会说 嘿我觉得天高皇帝元 我就自己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就是基本上是是是有这个效果出现的 那当然这个呃 历史学家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说法 就例如说他们呃会觉得说可能这个 叛乱他的程度到底是不是 阿拔斯王朝由胜转衰的关键 呃有一些呃历史学家认为是 但有一些认为不是哦 呃其实我觉得要研究时间跨度这么大的一个 王朝这么大的帝国呢 呃其实不太容易去抓说哪一个点是由胜转衰的关键 那其实包括说后来他是不是真的 是被蒙古西征给解决掉了 这个也有一些历史上的辩论呢 就是在于说 其实那个时候阿拔斯王朝的中央权威已经非常衰弱 这个蒙古人打来的时候呢 呃其实比较会发生的是什么样的现象 是蒙古人真的一路就杀进来 还是说其实比较可能的是 呃蒙古打来了 然后但是接下来不满的这种像贝都因人啊 还有各路军阀啊 他们就趁机起来 然后就一起把哈里帆给推翻掉 然后自己要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就是说呢 其实呃历史学家现在比较主要还是认为说 可能蒙古西征他是一个一个弃子 他是一个一个算是机会之窗 就是他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嘛 但是就是说王朝真正的解体还是在于说 里面的势力都已经不想奉哈里发为呃真正的领袖 那所以才会利用这个事件就干脆就反了 这样子呃所以就是说呢 呃有时候看历史啊 有一些事件呢 他有重要的这个嗯 重要的这个角色 可是他的角色可能未必是如一些我们比较直观的理解 呃所导所所所会发生的效果 就是说有时候他的角色是是非常的复杂的 那其实这也就是历史他有趣又迷人的地方 好那这是今天呢 就是针对了这个刺客教条做一些历史背景的介绍 那当然因为刺客教条他本身他的呃 他算他的游戏立场的设定 就是说他会去喜欢去描述说 有一群人去反抗一个呃既定秩序的维护者 就像他里面的主线就是刺客要去反抗这个教团嘛 就是算是对整个秩序结构霸权的一个挑战 那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这个如果在历史上 这个战绩叛乱 他是不是会被赋予这么高的评价 这个我想就比较见仁见智哦 好那其实刺客教条幻象 他能讲的东西牵涉到整个阿勃中东文化的东西还很多 那我们可能下一集呢可以再呃播个时间讲 他后面还有一些文化的介绍啊 历史的介绍 人物的介绍 好那今天的中东新闻呢就讲到这边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